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得来不易 所以更要用在刀口上了 社会局用平台的概念 为有心做公益的慈善团体 以及需要协助的弱势团体牵线 在今天的一场车辆的捐赠仪式当中 不仅让慈善团体的爱心得以发挥 也让社福团体希望有一台带步车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 小心翼翼的贴上最后一个字 很漂亮 全新的乡型车成为今日最佳主角 串起慈善功德会的爱心 差不多两三万的会完 这样来立即起来 都是孩子的高兴就对了 都在做这些工作 我们的前人对这些孩子很重心 慈善功德会会员捐出的善款 累积出关怀弱势的圆梦基金 简单隆重的捐赠仪式 实现了专门照顾弱势少年 社福团体的殷切期盼 捐赠仪式开始捐赠 特别是这个雨天的时候 或者是大太阳的时候 那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实习的机构 或者学习这个技能的机构 或者上学的学校真的比较远 那会看到孩子们满身大汗很辛苦 真的让他们可以珍惜到说 他们过去这么辛苦 那现在有这么好的缘分 可以把他们的心力可以更拉回来 放在他们愿意发展的方向上 回赠感谢状也送上一份属于弱势少年的心意 雌辉的孩子们在实习跟练习做的一个凤梨书 那它是土凤梨书 请大家一起享用孩子们的努力 公部门从中牵线 让来自民间团体或社会大众的爱心 用在需要的地方上 社会局主命出席为车辆捐赠典礼做见证 鼓励也肯定宗教团体组成的慈善功德会热心工艺 感谢欧民员朱宇红采访报道